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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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用大象的屎做的纸 我特别喜欢 所以放到了门口 下面这个板夹也是超酷的 纯金属的 以下是今日书架的参观顺序 请大家学习一下 嗯 非常简单明了 非常有逻辑有道理嘛 好的 在书架的最上层 我放的是我比较少用的一些东西 像我的佳能照片打印机 还有一些化水彩用来表纸的胶带 以及以前买的链字用的一些纸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那把扇子 所以我就竖着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我可以看见它 下面这一层呢 可能看起来比较乱 是我的一些小文具的收纳 主要是橡皮 剪刀 还有各种小夹子 我的妈呀 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上面的图案 咋那么好看呢 呵呵 这个小收纳盒里面有特别多的小徽章 你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 这个是我在京都买的一个带镜子的 稀油面纸 但是我是一个干性皮肤的人 所以因为包装好看就留着了 刚才的三朵花背后是带细铁石的 所以我就把它吸到这个盒子上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还没有开封的 粘贴类的工具 各个品牌的都有 很明显这一盒里面就都是我各式各样的夹子了 首张爱好者好像对夹子都非常情有独钟 这里面真的是各种风格的都有 再往下一层呢放的是一些书籍 主要是关于我的文具呀画画呀这些爱好的一些书 首先让我来展示我的一个又好看又特别厚像板砖一样的手机 可以证明我不是直男 这套书我特别喜欢 作者是我看了很久的一个YouTuber 它是专门用Pen & Ink来画画的 再往下的这一层就比较混搭了 左边是一些画画的彩笔 右边是我的一些活页本 今天视频里面呢给大家展示我的房间 我想你们应该更想看的是我都有些什么文具 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把我觉得你们会感兴趣的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了 但是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做一个详细的清单 那不知道要写多长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的东西呢 记得把在视频中出现的时间写在评论里面一同来提问 这样我就比较好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了 很多同学都有分属不同的阵营 有的人喜欢活页有的人喜欢定义 我这一种呢就比较通吃 所以今天大家会看到很多本子 这一行里面首先是一些活页本 我特别喜欢Philofax这个英国国旗的这一本 尤其是A5 我觉得非常有书卷气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有很多今天要展示给你们看的文具 你们都是见过的 毕竟拍视频也拍了这么多年了 讲到这里呢 我也要感谢一下大家 是大家这个孜孜不倦的 坚持不懈的 这个对我的鼓励和催促 让我几年下来 终于把我的这个房间整理了出来 并且呢 再次克服拖延症 把这个视频录了出来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是我前进路上的绊脚 不是绊脚 是我前进路上的这个助力者 讲成明教皮的这个本子可真好看 现在在配音呢 我觉得这个视频前面的节奏是不是有点慢 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越往后面越精彩 真的 这个视频三十多分钟 已经是我视频里面最长的了 你们一定要给我面子 是你们一定要求要看的 你们一定要看完 那些催了我好几次的人 你就多看几次好吗 也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哈哈 这一层呢 多数都是我画画用的一些颜料 也有彩笔了 其实我估计 看我视频的很多人是不画画的 可能对颜料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觉得颜料展开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在调色盘上面 所以呢 我就借着自己的丝心 还是给大家展示了挺多调色盘 很明显看得出来哈 就算是今天第一次看我视频的人 也看出来了 我是一个装备控 就是可能画画的并没有怎么样 你后面会看到我的画的 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去感觉不同的画材什么的 就在这方面 我知道大家一直很有争议 有的人断舍离 当然大师用圆柱笔也画的非常漂亮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像我一样是比较喜欢去感觉不同的文具 不同的画材什么的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应该也没有谁对谁错吧 大家就量力而行就好 啊对了 有一件事情我提前要告诉大家是 今天这个房间里面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具 绝大多数都是我自己这几年买的 但是也不乏一些产品是品牌寄给我去试用什么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惊讶 就当时看着玩就好 玩文具和手杖之前呢我是不画画的 所以也很开心这些年一直在用视频来记录 大家也看着我画出了一幅又一幅的画 我觉得这个过程能跟你们分享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这一层呢基本上都是我的一些囤货本子 是的你没有看错 这些本子基本上都是还没有用的 有待我以后慢慢的再往上去书写我那精彩的人生故事 呵呵 呵呵 接下来这一层你看到了 什么类型的本子都有 又有活页又有定页 还有tn本 我基本上整个房间都是这样混搭的 每一层里面都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 我没有把它们按照不同的品牌和系列去归类 哎呦我的天 这什么东西这么好看 嗯 这里开始呢有出现几本pocket尺寸的活页本 我不知道你们 但是对于我来说pocket尺寸的活页本是我用的比较差的 但是它们又小小很可爱 所以我忍不住还是有好几本 像这个gillio的acqua这个颜色拿在手里特别的肉 特别的软超好摸 跟着来的呢是几本tn 我以前有段时间特别特别迷恋tn这种尺寸这种格式 然后当时也有做一个视频 是我当时手头上所有的tn的一个大合集 tn这种东西很灵活 你还可以往上面挂不同的挂式什么的这个坑太大了 真的朋友们要谨慎啊 国瑜自我手帐是非常多众多的日程规划类手帐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之一 接下来是一个leahitlab家的a5的书衣 这个书衣非常的戳中我就是又直男又有范儿 我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 接下来是一个leahitlab家的a5的书衣 这个书衣非常的戳中我就是又直男又有范儿 我真的一度觉得我又要开始安立的 你看这是展示的相当之具体 用无印良品的明芯片收纳册 相片收纳册来装这种a6尺寸的贴纸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天才的一个想法 这个黑色的牢房里面呢我装的是Tim Holtz出的一些distress ink系列的一些像印尼啦 还有它的一些下面的这个瓶子装的这个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要叫什么 反正就是也是很早在视频里面有跟大家安利过的 我很经常在一些平台的后台呢收到一些同学给我的评论 私信弹幕什么的就说希望我能拍长一点的视频 越长越好像今天这个room tour呢 因为我也是拖了很久 很多人跟我说你就照电影的长度拍 一个半小时起步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 你们这个鸭还挺吵的 你们是说真的吗 真的要看那么久的视频吗 插一句在视频里面我做了一个5的意思是说 这样亚克力的盒子我一共有5个用来装印章的 现在展示的这两个柜子是比较空一点的 因为有一些印章拿出来放到桌面上面去了 另外还有三个柜子一会给你们展示看 其实这种文件类的收纳册我也挺多的 但是都统一收纳了 只有这一个我把它拿出来了 因为真的觉得颜色太漂亮了 接下来是一些标准尺寸的T&O 我说错了 其实是各种尺寸的了 在这里是简单的挑了几个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一个口袋本 我特别喜欢这个本子 它是midly的 里面每一页里面都有一个纸口袋 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看一波Hobonichi的书衣 现在看到的都是文库尺寸的 是不是有一点回忆纱 是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款式 看看我们有没有同款 我的这些手杖啊书衣啊 包括一些笔 我在收纳的时候都不会放到盒子里面 我就是直接这样把它放在书架上 不过新西兰这边还比较干净 灰比较少 所以呢这么放是可行的 昨天我发了个微博说 因为收纳房间 发现有东西被我扔了不见了 特别懊悔 结果就在现在 我找到他们了 因为给大家录这个Room Tour 现在视频里是一个发疯了的人 就是惊喜的找到了 有时候回头看以前自己画的画 觉得现在不如以前啊 每次看自己以前画的画 还挺有惊喜的感觉 大家注意刚才那盆植物了嘛 你们一会儿要看到它本人了 那个长命百岁的植物 我猜Hobo Nietzsche应该是这几年 开始玩文具玩手杖的人共同的一个记忆 每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 就特别期待他们家能发布 新一年的一些手杖的书衣啊什么的 期待他们家能有新的产品 我现在看到这每一个书衣 我都记得当时是怎么看上它 怎么下定决心要买它 包括像街穿铭啊一些系列 每年都会非常期待 音乐 接下来的这些 你们看到了又是囤货的本子 所以我就没有一一再拿出来说了 这些全都是 还有一些是准备在视频里跟大家介绍的 后面再拿出来看吧 下面这一行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三个亚克力柜子里面装的印章 所以接下来就快速的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这个地方装的印章 包括后面大家会看到的我的便签贴纸的一些收纳 都是比较混搭的 就是各个品牌混在一起 所以我在做手杖的时候 就是闭着眼睛乱抽一个抽屉出来 然后里面有什么就去用什么 大概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有很明显的系列 就会把它们放在一起 但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会按照空间去安排去乱放 这一行呢 其实还比较空 所以我还是有余地的 后面收到新的东西 还可以再开发开发这些空间 这边有一个巨大的马鲁曼的本子 和一个巨小的马鲁曼本子 我觉得特别搞笑 把它们俩放在一起了 下面这一块是我以前喜欢玩橡皮章的时候的一些工具 右边是一些品牌的资料 再往下就是很多同学感兴趣的一些钢笔墨水 其实近两年我墨水也买的比较少了 这边看到的可能都是视频里讲过很多次的 万宝龙和百里金的是比较多 但是百里金现在埋的下面可能看不太到了 不要问我这么多本子 这么多墨水 你用得完吗 就 你买那么多鞋子穿得坏吗 你买那么多口红吃得掉吗 就是同一个道理 终于结束了那一排书架 让我们看一看书桌的这一侧吧 这一侧呢 我之前有专门亲自把它刷成绿色的墙面 是的 这个绿色是我自己刷的 然后呢又简单的给它布置了一下 我的书桌上放了一些笔袋 里面基本上是这两年用的比较多的钢笔 有一些以前买的一些钢笔 我就都收到一些盒子里放在书架上了 那这边我就把笔袋里的笔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你们看着也很熟悉了 都是炒过一百次的剩饭 这支笔呢 它来自辉伯家伯爵是一支铅笔 它的这个系列叫做 Perfect Pencil 完美铅笔 这边我有一个小小的桌面文具收纳 里面也是一些用的比较多的小工具什么的 化学材的刷子 橡皮 粘贴工具 剪刀 后面有一些笔 有一些便签 因为我的文具比较多 所以我一定要把常用的东西放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这样就比较能想起来用到它们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我对自己的期望是这样了 每隔一段时间去把它们更换一下 把一些之前用的少的拿出来 放到C位 让自己看见 妈呀 这是什么东西如此神奇 不好意思啊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 你可能觉得我偶尔会有病 我只是找机会给自己打个广告而已 我也是因为收拾这个房间才找到这块板 这应该是很多年前买的一个了 然后我就把一些我非常喜欢的明信片什么的就有别在上面 另外你看到这张照片 是我第一次刚买后不离去的时候照的 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也把它弄在上面了 我最近才意识到我还是一个满视觉的人 非常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一些画什么的 一些喜欢的颜色 去弄到我自己经常能看到的地方 所以我面前的那面墙上也有贴一些东西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画什么的 这些小格子里面放的呢 就是我最近希望自己经常去使用的一些文具 你可以看到有些胶带都还是新的 就还没有来得及拆封 所以呢 这次收拾之后就把它们拿出来了 隔一阵子再去把它们替换一下 这些架子旁边还有一个矮一点的连排别墅 里面挺五颜六色的 这是我桌上临时没有收的一些笔 我想本来想收起来 后来想算了 不要那么自我做 等拍完这个视频 我还得再拿出来多麻烦 这边的一些彩色笔呢 就是我从我的柜子里面挑出来的 希望近期去使用的 也是希望过一阵子去换一下 也有一些是近期想要去试用 看要不要放在视频里跟大家推荐的 所以也都插在这个小空档里面了 它的下面有两个抽屉 我里面放的都是一些替芯一类的东西 就是挺凌乱的 桌上放着的是我这两天在用的手帐本 上面这个是工作手帐 是Hobo Nietzsche Wix 因为里面完全就是字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跟大家展示 这一本是我的读书笔记 里面我会贴上书的封面 然后做一点摘抄什么的 也是很随意的一个本子 最后这个是我现在在用的手帐本 日记本 接下来是桌上一些比较零散的笔 这个是我刚洗干净的 卡吉摩利的圆珠笔 好 这里就有一丝做作的气息了 这是我之前打印的吉他谱 但是后来我不想练这个了 我就想把它放在舌上房间里 用它的背面去乱写字 接下来是我墙上的一些东西 有一些很漂亮的明信片 是我的好朋友小狼 他自己画的画 或者他亲手写的字 你看这个地球 这个就是他自己亲手写的 然后寄给我的 我觉得又非常好看 又非常有意义 这面墙上原来只贴了一样东西 就是上面的无视影图 但是到现在我都没背下来 旁边非常大的一块地方 我贴了马路曼这次60周年的 一个纪念的 这个叫什么 一块布吧 我现在在干嘛呢 我意思就是我的墙上面 还有很大的空位 广告位招租 我以后准备时不时的 就拍一拍我的room tour 这个各位老板们 墙上挂的这个收纳 我觉得我弄得挺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里面的这些笔和便签呢 也是想说这样可以曝光在我的视线里面 平时没事可以拿着用一用 下面这个推车上面放了一些跟手座相关的东西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其实也非常显而易见了 推车的下面有很多个抽屉 里面收纳着我的透明印章 手座相关那些材料 其实更多的是收纳我的各种纸胶带 接下来你们就会看到 我不准备扩张我的装纸胶带的区域了 所以这次为了收纳我所有的纸胶带 我真的处理掉了非常多 才让我现有的胶带能挤进这个小推车 所以以后如果我要再买新的胶带 我必须处理掉旧的胶带 要不然我就没有位置放了 已经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这边还有一个书柜 最上一层放了一些我暂时不用的收纳 下面这一整排的白色的收纳盒里面 全都是我放的一些笔 它其实是这样可以扣起来的盒子 但是我把它反过来放 所以形成了一个两层楼的感觉 里面多数都是中性笔吧 反正各种笔都有 大家自己评鉴啊 如果有什么不认识的感兴趣的笔 记得在弹幕和评论里面来问我 记得报上时间 当然更鼓励大家互帮互助 我知道看我视频很多都是能人 哎呀我的笔掉了 你们肯定都能认得出来的 这边看着这口我就觉得搞笑 这个已经成为我房间的一个装饰品了 这是国瑜给我的可以用一生的 那个tutu list的便签纸 接下来的这些小框子里装的 基本上都是便签 只有最左边现在展示的这个里面是贴纸 其他全是便签 也是按照随机排放的原则 那我每次需要用的时候 我就随手抽出一盒 就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就去发挥自己的灵感去用 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按品牌区分 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牌子的很多 这一层基本上都是笔 这里有一个converse的鞋盒 里面是放了一些成套的笔 旁边呢有一些很多中性笔 荧光笔什么的 这边我有抽几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但是只拿了前面的 因为我发现在往后拿就不太容易放回去了 所以请大家谅解 这个小盒子里面找到了一些火器章和一些印章 其实这几个印章我应该挪到那边印章去去 这几个火器章是我仅有的几个火器章 但是每一个我都非常喜欢 这些我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各种中性笔 我只给大家展示了前面的 没有展示后面的是因为后面有秘密 不过也瞒不了你们多久 之后你们就会知道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我的笔带大合集的视频 当然现在这个大合集又有更新了 不过它们就暂时先这么堆着 这边我就随便拿了几个 我觉得挺好看的一些小收纳袋 给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个都展示 那这个视频就不知道有多长了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呢剪出来是三十分钟出头 但是整个素材我一共有三个多小时的素材 所以你们说要看电影那个长度的 如果把原片放出来 我估计你们要疯 就是那得吃一周的饭才能看完 然后可能会太无聊 所以我觉得你们话还是不能信 我还是得剪辑 这边我还藏了一个盒子 这盒子里呢装的是一些还没有开封过的圆珠笔和自动铅笔 接下来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下面这个dai cut机我就不讲了 右边是收纳 上面有非常多各个品牌的帆布袋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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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好意思啊 前面那个病人可能让大家受惊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小清新的背景音乐 最后就只剩一点点 这个视频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真的太感谢你了 这个梯子上面 放了一个很丢人的小黑板 是我大概四年前写的一些字 我没有擦掉 下面放了两本我特别喜欢的 插画的书 突然觉得这个视角还蛮vlog的 就是大家会感兴趣我拍vlog嘛 但是我总觉得我拍一集可以用一年 就之前想过想拍 但是还没有具体想好要怎么拍 所以大家再等我一会儿 这边这个呢 就是我之前画里画的那个植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好了 这就是我的文具房间 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参观 谢谢你们对我的督促 我终于把它整理出来了 接下来我会努力保持的 谢谢你们今天观看这么长的视频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先拜拜